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梁 我是真的担心你的安全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行了 你别忘了 我身边还有赵星虎呢 这样吧 你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 那我就再派两个警务员跟着我 这总可以了 这总可以了 老秦 老秦 周周 这个工厂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呢 跟热力有关的几个厂子我们都查了 都没有 我们还在进一步地排查 叶天成他们几个说 待的地方比较热 可能啊 也不一定跟热力工厂有关系 这样吧 老秦 在全市范围内 扩大排查的力度 重点要放在 那几个废弃的厂房 还有叶天成他们几个名下的工厂上 这是重点 好的 我知道 我马上去布置 李洋 在家吗 我是顾晓三 顾大哥 里边怎么了 需要帮忙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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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稍微等我一下啊 好 顾大哥 你来了 我给你送米来了 这应该够你吃点时间了 那么多米啊 谢谢顾大哥 挺沉的 没事吧 这个 没事 没事 我能行 谢谢顾大哥 那 那我先走了啊 小三哥 你别走 我换件衣服马上就出来 顾大哥 顾大哥 稍等一下 这 这是干 干什么 给你做身衣服 转过去 你做什么衣服 我平时也都穿军装 没机会穿变装 没机会穿变装 这不是进程了吗 以后啊 有的是时间穿 那是 这身衣服真好看 好看吗 好看 你喜欢以后天天穿着 好了 我记下了 那 我都先走了啊 顾大哥 过两天你再过来 我有好东西送给你 也可以 版 gaat 空下 至少多猪 不是 嗨 名字改了吧 必须得改啊 你马大主人去上课 哪敢不改啊 中等程度 干个速度提高班 必须是中等程度啊 开玩笑 你别忽悠我了 翻秀仔 千万别乱走动 就在这个屋里待着 哪里也别去 你去上一家课吧 没那么严重 别操心了 又散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行 我知道了 廖户 我真跟你没法交代 你的话 你让我叹能 调音乐 尤其没啥 你害得 我现在哥 我是彼女 有点 热调 我 你们 你 我 有一点 这 失败 你 我 要 着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好 方先生好 你同学好 好 同学们好 各位同学 欢迎老师到来 是不是应该热烈一点 老师在哪儿呢 老师就是我呀 对了 我忘了介绍啊 同学们好 我叫柳燕 是你们这一期扫盲班 不是 是你们这一期 中等程度干部素质提高班的 代考老师 原来那位前老师呢 有事情来不了 所以团委就派我来给你们上课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就是师范学业毕业的学生 所以教你们呢 是绰绰有余的 好 我们开始上课吧 同学们好 各位同学 在我说同学们好的时候 你们应该说老师好 这样才像一个真正的课堂呀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同学们好 老师好 不齐 再来一遍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请同学们翻开 国文的第一 快点啊 是啊 回来了 回来了 这 这拿的啥呀 乔主任说了 这两天啊 他跟马主任啊都太忙了 就不回来了 这点鸡蛋啊 是我们追尸员 在军晚会的后院 养的母鸡下的 这真正的 司务长 特地让我送来 给嫂子您补补身子 给我的 这可不行 绝对不要啊 这鸡蛋呢 这鸡蛋呢太金贵了 拿回去给战士们添个菜 对 嫂子 您就收下吧 这几天啊 你面都缺 那马主任跟乔主任 他们自己那份 一直不肯量 再说了 您还怀着孩子 是吧 这要是亏了营养 那让我们当战士的 那心里咋好过呀 行 收下 我替书芬收下了 回去 你告诉你们乔主任 和马主任 忙 就让他们好好的忙 他们要敢把这城市管的 老百姓都吃不上粮食了 他们就别回家了 您放心吧 大娘 这话我一定带到 我说这老马可真行啊 你说我现在这样 跟被绑架了有什么区别啊 自己的车不让开 自己的车不让开 自己的家也不让回 这完全是限制我的个人自由啊 乔主任 您就忍几天吧 马主任这么做 不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吗 咱们这么一折腾啊 足够可恶他们糊涂半天了 我这也太安全了 猴子 右拐 前面就是了 好嘞 乔主任 怎么样了 乔主任 您来了太好了 我正要去找您了 怎么了 断了 信号全断了 断了 你是说叶天成家的信号断了 是 怎么回事啊 不清楚 刚才还有监听 突然就断了 我们怀疑 是叶家人发现的窃听器 主动卡断的 主动卡断的 走 去看看 好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下课 等一下 我说下课的时候 你们要说老师再见 坐下 再来一遍 下课 老师再见 好 再见 马海山同学 你留一下 为什么我留下 我是你的老师 当然有权利让不听话的学生 留下了 现在下课了啊 你应该叫我马主任 好 马海山同学 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吗 虽然我只给你上了一节课 可这个恩 你可不能转头就忘了呀 我叫你留下呢 是因为你学习能力太差了 课堂上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我要罚你 这样吧 黑板上的字 每个回去抄一百遍 这有什么好抄的 我得解释一下啊 不是我上课不认真 而是这些字我全都认识 你教的全是出奇的东西 你 你说我上课不走山 我能干啥 你要让我上课不走山也行 那你得教一下我没学过的东西 对吧 我说马同学 你可别忘了 这个班的毕业考试 是乔主任和我一起负责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不点头的话 你是避不了业的 你说是堂堂一个军管会的大主任 连个小小的培训班都避不了业 这说出去不像死个人呢 你说是吧 马主任 乔长官 乔长官 我们小姐一直在等您 等我 请进吧 行了 你们不用跟这儿 我是义轩 进 马主任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 小孩 几点 有事 马主任 一点小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咱们临江粮户啊 抓了几个偷粮食的贼 他们一审 这是普通的居民 粮户的干部打电话问我 该怎么处理 我琢磨来琢磨过去 我 我来请示一下您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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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说完了天都亮了 就看看再说 是 你可以说 这个不是你干的 都是你手下人干的坏事 我也可以选择去相信你 是我装的 切听的主意呢 也是我想出来的 和别人没有关系 我 马上走 雅南 我还不能走 今天晚上呢 我还要把这个切听器 再装回去 你说什么 我说我还要把这个 切听器再装回去 乔梁 你要干什么呀 这个切听器 我给你摘下来 你一点都不觉得羞耻 你还要跟我装回去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要折磨我是不是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还要做的 你个人都不觉得买 你 已经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现在临江城的粮口 粮食的储备 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的限度了 全市每天的粮食供应 只能限定在十吨左右 我们的战士还有干部 现在已经开始了节粮的运动 每天每人只吃一顿饭 为的就是把这些粮食省出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啊 临江城四处冒出的黑市 米面呢供应不断 而大米的价格堪比黄金呢 当然了 有钱人可以买得起的 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 渡过这个难关 可是老百姓呢 忍急挨饿呀 他们盼着 每一天呢 能买到平价的粮食 能让他们吃上一顿饱饭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当然 造成这一切呢 除了我们共产党的干部 管理上面的原因 还有那战争消耗的原因 但从根本上讲 还是出在了你父亲叶天成 范汝恒 潘世晨 李和成 这些资本家的身上 他们受到敌特的蛊惑 人呢 藏起来了 粮食呢 也藏起来了 他们在暗中操控着粮食黑市 就是为了通过这个粮荒 来谋取暴利 但你想一想这些钱 每一分每一厘啊 上面都沾着老百姓的血汗啊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听 我不听 你别跟我说 赶南 你知道我是多爱你 但是为了爱你 你让我放弃我的信仰 放弃我肩膀上担负的 守护这个城市的责任 我做不到 你的父亲 与这个城市的人民为敌 我必须要找到他 这个窃听器呢 我肯定是要撞回去的 即使你恨我一辈子 我也一定会这么做 希望您能够理解 你们都进来了 我希望你们 他们呢 会把这个窃听器 重新装回去 你 还有你公管的所有人 我希望你们 不要把这个窃听器的情况 告诉你的父亲 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定 我们都会把它逮起来 会以包庇罪处法 希望你们配合 走 我希望你们能不能再来 给你 我明白 我可以 想把这个窃听器 我明白 你不想把这个窃听器 我怎么能再来 你改变 我明白 你不想把这个窃听器 我可以 我明白 我明白 你不想把这个窃听器 我明白 你不想把这窃听器 我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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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队俩回来啦 怎么 你们在开会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是吗 没有 我们在闲聊 等你回来 你们都看到了 乔梁没有回家 我们对他的行踪又难以掌握 所以今天只能放弃 是 是看到了 可是他什么原因没有回来呢 铁少 你怀疑是我通风暴行尸吗 确实有些怀疑 但不止怀疑你一个 外座的所有人都有份 我知道 只要我不杀乔梁 你们就不会相信我 我在你们心中 永远会是向共军透露情报的内奸 小林 你也不用这么说 你知道 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机 难免 大家还是小心为妙 是啊 你呢 也别太有负担 但这些事还要进行 因为所有兄弟 都在等着你的好消息 好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 那我就提前为林队长的壮举 鼓掌庆功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在我没有杀乔梁之前 梁荒行动 我是没法参加了事务 你这个事更重要 别分心 梁荒 交给我们来做 好 那你们开会 我走 来 这么着急找我回来有事吗 贾三 你给乔主任说一下 乔主任是这样的 坐下说吧 什么情况 前天 苏县跟我们调配了一百吨粮食 本来今天就应该能到 可是刚才我打电话 苏县的刘县长说 失去了和云良队的联系 失去消息了 对 不 那批粮食现在在哪儿 不清楚 刘县朗说已经开始派人调查了 这批粮食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就麻烦了 好 刚才在粮库发生抢粮事件 不过现在已经平息了 但是我觉得不出两天 这种事情 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暴乱 好 中央的粮食沿水解不了禁客 叶天成他们的粮食一直没有下落 如果这批粮食再找不到的话 这可是关键的关键哪 当然是关键了 一百多吨粮食呢 这就是救命粮啊 我来接 我来接 喂 老刘 王老马 你说什么情况 小姐 小姐 电话子 王妈 这电话不能接 小姐 是不是刚才那几个人 王妈 你去让马虎给我背车 我出去一下 小姐 这天这么晚了 老爷不是说 别忘了 我跟你说了 让你背车 好 我会再跟你联系点 说话 老刘说 孕梁的几个战士 昨天回到他们县里 昨天晚上 他们在云蒙山 遭到土匪的袭击 孕梁的军队几乎是全军覆没 好 粮食 也被抢走 不对啊 云梦山那边是土匪 不是已经清剿干净了吗 是啊 老刘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 没有派强兵押运 但是没有想到 突然冒出新的土匪 这缺土匪 盛海 黑市那边查得怎么样 有困难 价钱每天都在涨 交易越来越活跃 可是我们很难找到 现场交易的特务 更关键的是 民众们现在把这些 卖粮的人 当成了救命稻草 没有人肯向我们 提供任何的线索 还有 咱们派过去的侦察员 想装扮成买粮的百姓 也很快被他们排斥出去 所以 侦察工作特别地困难 现在老百姓啊 只认粮食不认我们 如果我们抓了那批 倒卖粮食的人 恐怕 会起更大的反作用 苏县这批粮食 如果能找到就更好了 苏县这批粮食 一定要找到 顾小三 到 你派一个连的兵力 连夜出发 到余梦山 把粮食给我抢回来 不刘县长已经派人去找了吗 还要派人吗 我们不能干等的呀 余梦山的情况小三了解 他请我放心 小三 愣什么呀 赶紧出发呀 没什么 我觉得 行行行 赚紧时间去收拾 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来 我告诉你 两天之内 必须把这个图片给我找到 三天之内 就算把这个余梦山给我掏空了 也得把这个粮食给我抢回来 妈妈 我 妈妈呀 下 先走 妈妈 我 妈妈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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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别打了 我谁再受不了了 不会找到 我几天没吃东西了 大爷 我就想把你吃东西 没吃饭了 我没吃饭了 吴连长 吴连长 对我先交给你了啊 我 我半个小日子 你东西都备好了啊 吴连长 吴连长 你呢 这儿呢 我跑了一圈 就凑合这么多 这些呀 也基本上是兄弟们最后的口粮了 家伙这些差不多够了 上车 出去哪儿啊 咱是接 我现在有个箱子了 你说 这样 从明天开始 号车可寄层组织 把粮食呢 都搜集起来 形成一个互助组 粮食多的 帮助粮食烧的 身体强壮的 帮助身体弱的 对 好注意 我再成 临江基层组织的建设 借这次危机 可以更完善地建立起来了 我没意见 这件事情 明天就可以开始做 老秦 你负责通知 全市各行业 街道的骨干 明天就要来军管会 学习如何组织临时互助组 刘乔主任亲自讲课 喂 军管会 你说什么 你是火山 喂 你说 司长 知道了 我想请问 你怎么证明你是火山 你不能这么说 我们还需要 喂 喂 火山 什么情况 老秦 一个男人的声音 语速很快 说自己是火山 他说啊 还是要保护 乔梁同志的安全 另外 藏粮食的地方 跟一间私厂有关的 私厂 哪家私厂啊 他没说 不是 刚才你问他 怎么证明自己是火山 他怎么说 他说没时间 也没条件解释 说必须让我相信他 然后就挂了 在这儿等我 好 这儿等我 叫小马 像着 有点 有点 你干嘛了 你快点 不得等你出发呢 行了 我知道了 马上回来 唉 唉 你快点 郭大哥 快进屋 来 那 那是什么呀 没什么 没什么 顾大哥 你看您又给我拿米来 上次的米还够吃呢 马上就爆发凉荒了 这些天我都不在 所以给你多拿一下过来 省着点吃 这次应该能够熬过去 都不在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出城 去剿匪 把图笛们抢去的粮食 再夺回来 时间不早了 我要出发了 如果这次我能够回来 我一定来看你 小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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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让你走 不想让你走 我出发了 来不及了 小三哥 小三哥 扣子 你要是要是抢不回来 就别抢了 一定要把命都留着回来 我等着你 放心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了 我还是担心这个火山身份的真假啊 如果是真的 那当然最好 如果是假的 那这个情报 就是来拖延我们的时间的 现在再说这个消息的是真是假 没有意义 可能的假情报 总比没有情报要强 我觉得 还是得查 私厂必须得查 我觉得老马说得非常对 这个时候 任何一条消息对我们来说 都非常地宝贵 这样吧 明天一早 我把全市的私厂 全部搜查一遍 这个工作我给你来负责 你在军管会作战指挥 调查的事我来 指挥是你的事啊 怎么轮着我指挥啊 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 从明天开始 你就在军管会 负责全面的工作 查私厂找特务 这个我 老秦 志海 我们去跑 老马 为了一个没影儿的威胁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一天到晚就在这院里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出都出不去 你这事传出去 让别人笑话呀 我不觉得 我们现在不是暂时性地 选择相信火山吗 火山说有人要杀你 我们就得相信 可是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林江自己的粮食 我们得自己去找出来 从明天开始 搜查林江所有的私场 首长好 你就是吴连长啊 八八八族论 我是吴阿可 队伍营集结完毕 集结完毕 为什么不出发 为小岁呢 小狐狼的书长一会儿就回来 一会儿就回来 二会儿就回来 现在坚在刑上了 这干什么去了 海南你来了 阿姨 叶小姐 舒芬姐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在家里闷得慌 想医院想大家了吗 来看看 太好了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啊 最近医院可忙了 你看我这样的 我都成主力了 行 不走了 太好了 舒芬姐 医院怎么这么多病人呢 这不倒凉荒吗 最近来医院的病人啊 大多数都是给恶病的 你看啊 兵荒马乱的那么多年 都给熬过去了 好不容易盼到新社会了吧 又遇到凉荒了 这怎么会这样呢 最近这几天呢 把我们家老马还有乔梁愁的呀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看着我都心疼了 看着我都心疼了 呦 你怎么了 没事 嫂子 你别站着 坐着说 来 没事 嫂子 你慢点啊 你这个环境呢 好好休息 不然这样的话 对宝宝会好的 皮静着呢 皮静着呢 乔梁知道你来了吗 不知道 她还不知道呢 我这就告诉她 嫂子 慢点 对了 对了 我不应该管你俩的事 我跟你说 为了你啊 我都把我婆婆给得罪了 反正你俩能好就好吧 反正我不多说了 我跟乔梁 现在是越走越远了 你们 不行 我还得多说两句 我跟你说 我越跟你接触吧 我就越觉得 你跟我们家乔梁 她就是天生的一对 你俩特别合适 可你现在你们俩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 就是你俩这独子数太多了 脑子一想的太多 忙的事就多 嫂子 你先歇会 我去干活儿去啦 两人 下阳下阵 下阵下阵 顾佳思 报告马主任 抢主任 顾亚三回来报到 你干什么去了 军事紧急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我 我欠了南西街百姓几斤米 我怕这次去了就回不来了 我怕他们误会政府 所以我这抽棍给他们送回去了 欠了他们多少米啊 欠 欠他们十斤米 猴子和几个战友已经帮我凑齐了 都还上了 你这装备呢 马主任 马主任 现在准备好了 有些日子没打仗了 还行吗 放心吧 我忘了吃饭 忘了睡觉 我都不会忘了打仗 净产能 诸位安全 顾亚三 乔主任 我走了 早点回来 等着你的捷报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一定把土匪的粮食都抢回来 少一斤都不行 走 向左转 把步走 后面跟上 都静静点 这儿 上 你呢 发情啊 去一边去 你想才发情啊 这 这刑军速度不行啊 得加快 跑起来 跑步走 去 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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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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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